好不仅在欧洲的这个疫情相当的严峻 美国的新冠病毒疫情现在呢也不见缓和 根据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统计 23号美国呢又新增了8万3000多例的确诊病患 这也创下了自疫情发生以来 单日新增病例最高的记录 目前来说全美的累计已经来到了 849万多人确诊 也有22万3000多人死亡 由于现在北半球是进入到了秋冬 天气呢是慢慢转凉了 大家待在室内的时间变长 其实呢也更有利于病毒的传播 华盛顿大学研究人员就预测了 到了明年2月1号 美国可能会再有16万人 因为感染新冠病毒而死亡 那么累计的死亡人数恐怕会直逼40万 天气渐渐转量的美国新冠病毒也跟着传动 据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统计 23号美国又新增了超过8万3000多名 确诊病例创下单日新高记录 显示疫情完全没有趋缓的迹象 专家指出由于人们对疫情感到疲乏 松陷了戴口罩保持社交距离等防疫 再加上天气变冷 但在室内时间变长都可能导致疫情升温 华盛顿大学研究人员则预测 到了明年2月1号 美国会再有16万人因感染新冠病毒而死亡 但如果95%的美国人戴口罩 2月时就可以拯救10万人的性命 同时美国国家卫生院也指出 如果没有足够施打人数 疫苗将不是神奇特效药 疫情高烧不退 提升了美国民众接受筛减的意愿 美国好事多就在官网上开卖 以获得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紧急使用授权的新冠病毒筛减套件 消费者在家自行裁剪拓役后 再交回实验室 大概一到三天内就可以得到结果 华人新闻不爱这边译